剛剛過了的大隨直 我們就去了香港的滴士尼樂園 玩了一天 人潮超多 遲些有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現在我就大概給大家看看 現在香港的滴士尼樂園的情況 給大家一個參考 讓大家看看現在的環境 再決定來不來 我想現在香港的滴士尼 尤其是在週末假日 基本上已經回復疫情前的狀況 我去那天人山人海 除了我一早開門進去 那一兩個小時相對少人一點之外 由中午開始 每樣遊樂設施 快則可能排十幾二十分鐘 慢則真的要六七十分鐘才排這個遊戲 那現在迪士尼樂園的APP 已經可以掃除各樣遊戲需要等候的時間 給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看看各樣的遊戲 這個呢 這個呢 迪士尼現在最HIT 最受歡迎的人物 看看 還有一些飄雪效果 到時信號一響 有音樂播的 不過版權關係呢 我就不播了 另外其他的表演呢 大家都要用時間啦 因為真的會敷的 敷了就進不了了 所以真的要預早一點點過來 那大家也可以參考這個APP裡面 它會有所有的表演時間的啦 我想啊 起碼預早三四個字 接五個小時啦 要不然呢 真的沒有位置看不到 看看好像獅子王呢 我們差不多接近開場才進去 剩下一些好邊的位置 是被遮蓋的 另外呢 我們也吃了這裡的一個半自助午餐 遲些再出片介紹給大家看 看看這個 燈光騷啊 上面這個 真的是月亮來的 不是燈光效果 另外如果大家不想排這麼久的話呢 有這個PASS可以買的 捨得付錢的話 就用金錢去代替排隊 真的快很多的 不過我就沒有買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的士理樂園就沒有了巡遊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這個聖堡前的表演 和晚間的燈光煙花鬍 和大家看一下 我去的時候就 十二月三十一號 還有少少少聖誕氣氛 有些飄雪效果 人頭湧湧啊 到了晚上呢 全人的重點來了 首先就有個兩燈原色 再跟著呢 就會有全日的全頭戲 煙花燈光表演 基本上 整個小鎮大街 以至 城府周圍 全部都是人 質的物質 露燈光 都沒有了 看一下 在疫情期間 真的看不到這個畫面 現在 大家可以幫一下 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這個 燈光煙花鬍 去片 因為版權關係, 我就不能播放背景音樂給大家聽 大家憑著畫面, 感受一下氣氛 煙花配燈光, 氣氛不錯, 效果也不錯 曳光濕色 另外, 還有一些故事畫面, 投射在城堡 大家可以留心點看看 很熱鬧, 很歡樂的氣氛 幻彩的城堡, 配合煙花的效果 真的不錯 好, 看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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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沒有 好, 請在這裡 好, 吃一下 好, 吃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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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門口位置有個大大的聖誕樹 不過我想之後來的應該沒有了 還有飄雪效果 下次再和大家去個拳戒地方 玩玩吧,拜拜! 影片也要給大家看 選擇